尊敬的主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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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掀开科著 一千零三十五页 一千零三十五页 请看第七行 是乃真实立宗之最真实则也 是大立宗之最大则也 这是一小段 那这里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真实之立 讲到真实 本经说了三种 真实之机 这是体 还有真实慧 以及真实之力 我们想要得到最大的第一方法 偶尼大师已经用最简单的话 告诉我们了 那是他一生修学佛法的心得 四个字 信愿持明 所以这个念佛呢 真的能够在一生当中 获得最殊胜无比的功德力 与此不幸 永失大力 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把它 多念个几遍 可以讲哦 这一生当中 遇到佛法的人不少 遇到净土法门的也不少 但是怎么样呢 他没有得到 前面所说的真实之力 什么缘故 不信 当然他不信就没有什么呢 没有冤 他就根本也不会念佛了 下面引用了经上的说法 如千手经云 那这部经讲的是哪一个菩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可以讲啊 不学佛的人 他知不知道有观音菩萨呢 都知道 我们中国古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嘛 家家观世音 户户弥陀佛 观音菩萨 那一般很普遍的造型呢 就是他 这个身上有很多手伸出来 每一只手呢 上面有这个眼睛 其实这个都是表法的 表什么呢 他如果有听到哪个地方的众生 发出求救的声音 他老人家会马上过去 帮他一下 我们还要把这个意思扩大 除了观世音菩萨 有这个牵手牵眼的能力 那其他的法身大事可不可以呢 也都行的 那我们将来到达极乐世界 您也可不可以牵手牵眼呢 也行 所以我跟观世音菩萨 同样能力 同样心愿 同样智慧的菩萨 都叫做观世音菩萨 真的 这个时代的众生很苦 物质上欠缺 精神上也是苦不堪忧 听说现在这个青少年的问题很严重 男的女的都是问题聪聪 父母老师速手无车 不晓得怎么去解决他 假如他们能够学习伦理道德英国 学习这个圣贤教育 他就找到答案了 找到方法了 那么这个经上可以讲 把这个事实都给我们说了 如果一个人他失去前面所说的那个大力 那个就是 百千万劫中轮转恶去 无有出奇 这几句话绝对不是吓唬我们 都是讲的事实 那这个恶趣 一般经常讲三恶趣 三善趣 而对阿罗汉来说 这个整个六道算不算是恶趣 是的 我们在人间算是暂时的苦痛 稍微减轻了一下 时间很短 假如这辈子不肯继续修行 继续造恶 那个恶宝很快就出现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 想方设法 赶紧出这个恶趣 要出轮回 常不见佛 不闻法 不读生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佛 法 生 三宝 他遇不到 这辈子 能够遇到佛法 能够遇到经典 能够听到高声大德 给我们奖金说法 这个缘分无比殊胜 可惜的是 很多人他遇到这个机会 他认不认识呢 你看我们在土文巴 已经建立这个小道场 二十年了 当地有多少人来这边 学习佛法的 大家看不就很清楚吗 我们在佛堂里面念佛 有多少个人来此地 和我们一起共修的呢 基本上都是华人 还有越南同修 从这儿就告诉我们 他已经知道 这里有佛教道场 但是他就是不肯进来 什么原因呢 弥陀经上讲得好 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还不够 所以讲信佛 太难太难了 但是如果这一生 错过了文法 这个机会 来生后是想要再碰到 非常难 所谓的昙花一现 那我们自己能够 每天亲近善知识 亲近佛菩萨 是在助长我们的 善根福德因缘 后面再讲 世民疑惑为大损害之一 世纪人不懂啊 不知道啊 这个对佛法 没有正确的认识 那个损失可大着呢 真的我们小时候 也没人教我们 什么是佛法 家里的长辈 也没有读过佛经 乌生记得自己小时候 见过法师 怎么见到呢 我们在武汉嘛 武汉 有一间寺院 那都是很有名的寺院 叫龟元寺 在中国应该好几间 这个寺院 龟元寺 据说当年是周总理 下命 把他保护下来的 差点被红卫兵给 就是破坏了 那总理下命 不准损害 真的这个寺院很壮观 怎么见到出家人呢 本来那天呢 跟几个小朋友嘛 我们过年都会去那边玩 每年都会去那边上乡 就听到有游客 就说 哎呦 有和尚呢 那个时候 大家把这个出家人 都当作什么 很稀有的一个现象来看待 哎呀 那几百个游客 都朝一个方向 去观看 这个法师长得什么样子 我们也很好奇 那时候 很小 长得也不高 只能够站在那个大人的后面 垫着脚看 物生的印象还蛮深刻的 只看到一个法师的头顶 连他的脸都没有看到 不过呢 爷子那时候怎么样呢 种了一个善根 是不是 那反正到了寺院嘛 就知道 哦 这是佛 看到观音菩萨呢 也是跟其他的游客一样 恭恭敬敬地顶礼 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顶礼 也不晓得观音菩萨这个 牵手牵眼表什么意思 都不懂 没人讲 所以啊 这个 去疑 太重要了 那么有法师大德 给我们天天讲经 这是我们学佛的一个 很好的增上缘 下面呢 再从正面呢 来说了 反之 则如实往生经约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正信誓金 爱要誓金 劝导众生 说者听者 西界往生 阿弥陀佛国 若有如是等人 我从今日 常使 二十五菩萨 护持世人 常令世人 无病 无脑 若人 若非人 不得其变 行住坐卧 无问昼夜 常得安稳 大家看了这段开示 有没有觉得 学佛很好 好啊 是不是 你看 讲到现前的利益 也讲到将来的利益 我们真的发心念佛 谁来保护我们呢 这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 是极乐世界的 二十五个大菩萨 保佑我们 有他们来护持 我们会不会生病呢 这讲得吗 无病 无脑 而且呢 您不管是白天晚上 都是平平干干 真的在这个时代 我们不要说太久吧 就说今年好了 今年能够平平干干度过去 就是什么 福报 说得白一点 能够活下去 是大福报 从去年到今年 已经往生了多少病人 四百万 可怕不可怕 如果按天来算的话 四百万除以个三百六十五 你说一天要往生多少人 所以我们能够活下来 这是什么 这是自己的福 所以念佛特别重要 消灾免难 念了呢 进一步讲 信寿之大力 何去何从 其甚思之 他老人家讲话 非常客气 他祈求我们 你看这个语气 多么恳切 希望我们大家 要慎重地 去思考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十网生经 也是蛮重要的 这个正信 我们对这部无量寿经 不怀疑 那这个爱要呢 是说真正发愿 要求生西方净土 昨天有国内的一位女同修 是我们湖北老乡 她就问物是一个问题 她说 现在要放假 现在是国庆节 今天是国庆节 她说 放假 我有这么长的时间 我想念佛 十万声 我该注意哪些事情 故事你就跟她 稍微讲了几句 讲了几个方面 非常好 平常没那么多时间 那现在有七天长假 这个就是什么 打佛七咯 是不是 她一个 如果她一个人在家里面 没有人干扰她 她就在家里面 就闭关念佛 七天 你想一想 如果一天念十万声 那七天就多少声 七十万 一句佛号 消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那十万声 消多少 她就算一算 就知道 这个七天下来 那个功德 就不可思议 我们非常赞叹 这样的同修 发展了大型 真的 专心知识念佛的人 那些妖魔鬼怪 不会来干扰我们 这里讲到非人 什么是非人呢 那个非人白 就是白坏一点 解释就是不是人 他就不是人道的众生 那么这些有邪志邪剑的人 他们会往往地干扰 这个人类 可是我们有正信 有持民念佛 这些众生不得欺骗 因为有菩萨的护佑 还有隆天善神的帮助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心静 身体保持安稳 不受干扰 修行 真的要抓紧时间 现在已经10月1号了 今年还有几个月了 还有三个月啊 快不快呀 做同修 挺快的 过了感恩节 再过圣诞节 那这一年就怎么样 不就过去了 是不是 一晃就过去了 很快又到元旦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短处 自己呢 要拼命用功 同时呢 还要发大心 把这个净土法门 要跟一些大众宣传介绍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呢 相信 这个法门 下面呢 再给我们讲啊 这个 有怀疑的人 毁棒三宝的人 得什么样的恶报 下复明 一棒之大亥 该经复曰 于后 严福提 这个后啊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 严福提呢 就是我们这个南瞻步洲 我们地球 就在南瞻步洲里面 是一个小星球 或有比丘 比丘离 兼有独送世经者 或相称慧 心怀诽谤 犹是邦正法固 世人献身之中 来自诸恶重病 身根不具 龙芒阴雅 谁种鬼魅 作物不安 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或乃至死 堕于地狱 八万劫中 受大苦恼 百千万事 未曾闻 遂时之名 久后得出 在牛马诸阳 为人所杀 受大疾苦 后得为人 长生 下出 百千万事 不得 自在 永不闻 三宝 明知 事故 无知 无信 人中 莫说 世今也 我们看了这段开示 真的是 都会吓得 很紧张 是不是 你看这个造恶的人 这讲这么清楚 如果有人遇到这部大经 这包括出家众 男众 女众 法师 假如有人 他遇到这部大经 但是他态度不好 还批评 毁谤 读这部经的人 你看现实报 身体不舒服 以后这个果报 更加凄惨 这么长时间 都在山土里面授报 以后来到人间 还要授那个余报 反过来 如果我们看到别人 在读这部经 我们随喜赞叹 那这个功德大不大 大 所以这段开示 都在提醒我们 遇到修学正法的人 我们要发心 护持他 赞叹他 帮助他 成就他 孔老夫子也说 成人之美 那个之美 我们把它说得 确切一点 成就他什么 帮助他成佛 所以我们能够 把这个无量受精 跟大家讲清楚 方法跟他说明白 他知道这个理论方法 然后自己去修 以后成就了 那他到达极乐世界 他就是谁 他就是一尊佛 是不是 而且是什么佛 阿弥陀佛 那他成佛了 他就可以普渡一些众生 所以我们应该要发心 流通 静土 大法 你看古大德 法新 把这个经论一整理 编辑成我们现在都看到 五经一论 所以我们把这些经典 做成有声书 读给大家听 配上这个文字 这个叫有声书 大家读这个经 功德不可思议 如果再细细的 一遍一遍的来讲解 把这个里面的性向 理事 因果 为大众分析的 非常的细致 这个功德不得了 反过来 如果对于这个政法 有批评 有毁谤 有种种恶行 现世报就很凄惨 现世报是什么 治诸恶重病 他这个病啊 就是佛家常说的业障病 这种业障病比一般的 那个生理上的病 那还要麻烦 生理上这个感冒发烧 咳嗽 医生有办法治 这个业障病跟 原情在主附生 那个医生没办法 尤其是那个业障病 是最棘手的 怎么才能够消除这个业障呢 他还忏悔 我们看这个阿舍世王 大家就知道了 他造了五念十恶嘛 你看他病得多痛苦啊 如果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 缺他念佛 他哪里能够得到解脱啊 不可能 还有呢 这个造恶意的人 他生根不拒 根就是指六根 他这个六根呢 出了很大的问题 并且呢 水肿 大家看过水肿的人吧 他那个胖不正常呢 学医学的同学都知道 什么叫水肿呢 他看起来长得胖乎乎的 但是一按他这个手 一按下去之后 你把手一抬起来 就看到他那个皮肤的地方是白色的 而且那个颜色消失比较慢 这个都很麻烦 还有一个是鬼神来复生 叫鬼魅 我们讲冤亲在主 复在他身体上 使他呢 坐卧不安 难受啊 求生不得 求死也不得 一天到晚呢 真的是苦不堪言 这是养花抱 那死了之后呢 八万劫中 这讲大劫 八万大劫当中 还要受更苦的苦 更大的苦 一个大劫是二十个 是四个中劫 一个中劫是二十个小劫 所以一个大劫就是八十个小劫 那八万大劫 你就知道那个时间就够久的了 一个小劫又是多长时间呢 佛家常说嘛 一增一减 人均寿命最低 平均十岁 每隔一百年增加一岁 加到八万四 八万四在每隔一百年减一岁 再减回到十岁 一增一减 这么长时间 就叫做一个小劫 她是受大苦恼 百千万失 在她来感受 好像是无量节一样 你看这个成语里面说嘛 度日如年呢 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感受 什么叫度日如年呢 请问大家有没有去过监狱啊 你去监狱访问那些罪犯 他在监狱里面待的那个日 感受是什么 他就恨不得 马上就出来 他觉得在里面待着 虽然他有自己一个单独的房间 他就觉得在里面待一天 就好像是一年的时间 那更而光是在三个道 你看这里说嘛 他是未曾听到 随时之名 这一点呢 我们在前面 有跟大家汇报了 八热地狱 八寒地狱 还有呢 十六个游征地狱 大家还记得 光是那个小地狱就够呛啊 很难受 好了 总算是这个罪报啊 受尽了 他是酒后得出 从地狱到出来 从鬼到出来 来到畜生道 到了畜生道 他又怎么样 还在 你看我们这个澳洲啊 有很多种动物 不都是被屠宰吗 最明显的是哪些动物啊 牛跟羊 是不是 以前呢 我们最近就看了很少了 以前我们常常 看到那个大的 那个两个 像货柜车 那么长 那个载牛的车子 就从我们学院的门口 就开过去 现在没看到 可能他们走另外一个方向 哎呦 我们就好多次 看到那个牛啊 他们 蛮特别的 经过我们学院门口的时候 他们都会对我们学院 就叫了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可能 大家都是新来的 以前我们刚刚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在门口 就经过那个 门口的时候 那些牛 身不由主的 就是对着我们这个学院的叫 可能 可能他也知道 我们可以帮他 你看 这些动物也是有感知的 所以他又被屠宰 这是还债 为人所杀 受大疾苦 真的 真的我们是没有去过屠宰场 据说啊 这个屠宰场的门口 会贴一个告示 什么告示啊 有心脏病 有高血压的人 静止入内 你就可以想象 那个 在里面屠宰那些牛啊 羊啊 猪啊 袋鼠啊 多么可怕 等到他以后 从这个出生到 还完命战 再来人间 厚德为人 长生下促 什么意思呢 做庸人 做奴隶 受人家的支配 永不闻三宝明知 没有机会听闻到佛法 事故无智无心人众 莫说是惊也 因为他的烦恼习气特别重 这个时候啊 佛就提醒我们 不能够跟他讲 这不尽 为什么不能讲 如果跟他说 他就会毁谤三宝 那他已经是 罪恶深重的众生 如果再毁谤三宝 那不是罪上假罪 不应该这样子做 那什么时候 才跟他讲这个经呢 等到他的罪上 真的消除了 他肯接受了 这个当下 我们再跟他讲 念老呢 进一步说 旁隐两经 身险疑心 虽只在当人一念之间 但所众祸福 悬隔天渊 历解无尽 像这些事情呢 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 那么佛也跟我们说 应当明信 诸佛无上智慧 佛来到世间 只有一个目的 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转恶为善 都能够转迷为物 都可以转凡成圣 所以我们希望 大家发心 把这个正法 跟有缘的众生 多说一说 真的 众生挺可怜的 今天早上就看到 一个同修发来的 一个图片 你看这些动物 死得也是蛮可怜的 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提醒大家 要自己拼命念佛 也要劝这些众生 念佛求生 这些世界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下雨之后 地上有一种动物 有没有看到 蜗牛屋 有没有看到 今天早上经过 后面那个走道 就看到地上 有一只蜗牛 应该一个头也不小 就被那个车子 应该是昨天晚上 有同修来这边 参加晚课 开车回去 它又没有天眼 又看不到地上 有蜗牛 那只蜗牛 就被那个车子 就给压扁了 好可怜 所以这些动物 真的是我们应该要 多帮它回向 希望它的业障 能够尽快消除 好 下面是弥勒菩萨 它这个 有个问题 此事白言 云和此界一类众生 虽已修善 而不求生 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 有一些人 他也是心 挺善良的 他也肯 乐上好施 甚至他也来到佛门里面 做义工 他也来听经 可是他怎么样 他不想成佛 他不想求生极度世界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有 所以很多人 真的 他来到寺院 他不晓得真正 学佛的目的何在 或者大师 当年就说得很好啊 他来到寺院做什么 他成佛的 是不是 那我们来到寺院做什么 我也是要成佛的 看一下释迦牟尼佛 当年 讲其他的经典 一般只讲一次 唯独净土经典 大经 无量寿经 至少说了三遍 我们讲至少 讲那么多次做什么 重要啊 最重要的经典 所以要多说 多讲 下面的念头呢 给我们解释一下 此事大师 以无缘大词 明念末世中 有一类众生 弥勒菩萨 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他的慈悲心 超过其他人 这个无缘大词 就是无条件的大爱 他呢 悲悯了某一类的众生 那我们现在发心学习 净土法门 弥勒菩萨 会不会帮助我们 肯定会 为什么 你看 他是这部经的当机者之一 对不对 三十二品开始 就是他当机 而且他以后呢 也会遵守 释迦牟尼佛的委托 五十七亿六千万年之后 降临人间 他肯定也讲这部经 那是以后的事情 那现在呢 他就在我们这个 兜衰天内院 他没有离开我们 那他有这个天眼 他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南瞻步骤 众生修学的状况 所以我们在这边 精进用功 他一定会呢 在明明当中保佑我们 但是遇到佛法人不少 真正修行的人 就不多了 下面就说嘛 有一类众生 虽易修善 但不求生 西方净土 故发斯文 可惜的是 这些好人 他虽然做了大好事 但是他不肯求生 这些事情 大家听过这个 爱因斯坦 他那个附体的光底 给大家看过没 据说呢 他以前呢 也是来到中国投胎 就这样以前 并且呢 还出过家 当了法师 他有奖金 可是他当时 也是遇到净土法门 他相不相信呢 不相信 没接受 他当时只是想怎么样呢 我多帮助别人 多做一点好事 没有发愿求生 这种世界 所以他在那个光点里面 也是蛮后悔的 他说 如果我那个时候 就能够接受 就好了 我就不会这一辈子 发明原子弹 他现在在哪 核爆地狱 这个我们看地藏经 有没有这个地狱 没看到 这是什么 新的 所以跟他同一类的人 那些众生 都堕在这个地狱里面 据说 在这个地狱里面 他那个众生皮肤 所感受到 那个核爆地狱 那个温度 非常高 多少度 三千度 这种东西 我们受不受了 不要说三千度 三四五度 我们就觉得够呛了 是不是 你看三四五度 我们就赶快要开冷气了 更何况是三千度 那还得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当初日本广岛长崎 那个原子弹 一下去 怎么样 那些人 想要跳到水里面去 夺那个原子弹 可不可以 那个水怎么样 马上沸腾 人在里面都煮 煮开了 惨 这个话呢 我们就不太 不太深入 总之 大家自己看这些资料 也就晓得 所以这个原子弹 这个核武器 真的不能够再使用 果报很可怕 凡事 发明 制造 发射 这些核弹的人 果报 都是很可怕的 下面呢 我们看佛师怎么回答 弥特菩萨的问题 佛告 此时 此等众生 智慧为浅 分别西方 不及天界 是以非乐 不求生彼 这是一段 这就把 这些人不能往生 基督世界的原因 告诉我们 他们是什么缘故呢 智慧为浅 人 一般都是贪图 人天福报 我们不要说 人间的福报 就说 天上的福报 天上的福报 比人间的福报 就大多了 佛告诉我们 最低的 欲见四天王天 他的一天 相当于我们人间 多久 五十年 今年悟生五十二岁 在这个四王天 看是什么 刚刚出生 一天多 是不是 一个小婴儿 小小婴儿 我们都觉得 自己五十岁了 如果活两天 我们就感觉到怎么样 长寿了 是不是 在他们来看 这两天 再往上面去 那个 到那天呢 他的一天 相当于我们人间 多久 一百年 那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活不到一百岁 就他们来看 就怎么样 招生 晚上就要开追悼会了 你说可怜不可怜 你说这个人间 有什么乐呢 可惜的是 不相信佛法的人 所以佛对于这样的众生 是蛮悲悯的 念了这下面就继续讲 佛达 此一类众生缺少智慧 迷恋天人之福 故不愿生 在印度呢 有许多宗教人士 他们的定功很深 他们知道天上的基建 他们去过 所以他们呢 就贪恋天父 基督世界没看过 没去过 他就误以为说 这个天上的福报 应该不错 但是这个想法 对不对 不对呀 天上福报再一大 还是会有 到尽头那一刻 这是讲到原因 下面呢 弥勒菩萨 还有一个 问答 此次白言 此等众生 虚妄分别 不求佛照 何免轮回 那他们不想去 基督世界 那怎么可能 了生死呢 我们可要知道 要 免轮回 尤其是在末法时期 凭我们自己的能力 可不可以 出流道 说句实话 大家也比较生气 凭我们自己的功夫 根本就做不到 我们哪里能够断贱货 私货就更不用想了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就更没有指望 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老实念佛 求生西方基督 这个绝对靠得住 下面再讲了 这个没有能力往生 它里面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专指如上之人 妄为西方之乐 不如天见 这种人误以为 天上的快乐 远远超过极乐世界 他是没有去过极乐世界 他假如到极乐世界 去参访过 他会不会这样说 这样想的 绝对不会 这是什么 邪知邪见 但是他看到天上 这个吃和玩乐 那个是他真正见到 他真正体会到了 你看佛门有一句话 怎么说 是法哪有法为浓呢 世间的明文利养 那种快乐 拿在笔子上 出世间法的那种禅定之乐 我们不要说 出世间的圣人 我们就讲孔老夫子好了 孔老夫子 有没有体会到 世间圣人 那个教诲之乐呢 有 你看伦语就讲 不亦越乎 所以孔老夫子 有没有贪图 明文利养 没有 我们道家的祖师 老子 他也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道家也是提倡了 清心寡欲 所以把这个道 修成了 他就不在人间了 他当什么呢 他成仙了 他升天了 但是没出了道 所以我们自己要明白 真正能够得到 究竟圆满快乐 只有佛法 尤其是佛法里面的 净土大法 那我们修学这个法门 能够真正得到真实之力 一定要把它所具备的条件 要掌握住 什么条件呢 就是对于这个时间 五余六成 不能够再贪图 真的 再高的地位送给您 您要不要去 您要不要当这个官 你看古人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要让他当国君 人家还没到 还没到他家里面通知他 他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了 他赶紧的怎么样 夺起来 跑了 许游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 他为什么不敢当这个国君呢 他知道 当这个国君 担子重啊 做得好是应该的 那做不好呢 罪过无边 你想 全国上上下下 这么多的官员老百姓 都听从您的指挥 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 职位做好 那就对不起大家 再有 诸葛亮先生 他是什么时候才出来 第三次才愿意出来 其实他前面两次 他知不知道刘备会再来呢 肯定知道 但是看到人家 真的这么诚恳 也想啊 这个众生也是可怜 他就出来 他不是主动出来的 所以古人 你看这些真正的 有德行 有学问 有能力的知识分子 都不贪图 事 那更何况是佛门弟子 我们怎么可以留恋 这个明文立扬呢 大错特错 后面 如是虚妄分别 不求生净土 不知 修善之福 世间的物欲 可以讲 都是虚幻不是的 都是呢 很容易让我们大家造作 罪过的 你看那些帝王将相 当他坐上这个位置 他就很容易造这个杀业 大家有空了 可以看一下 这个民国初年 有一个居士编立本书 叫 感应统计吧 是不是 他是把这个 二十四诗里面 关于那个 夜莹果报的 真实的例子 一个一个把它收录出来 历史感应统计 大家看过吗 历史感应统计 我们还有白话版 把它翻成白话文 那个好 我们建议大家多看一下 看了这本书就知道 这个夜莹果报实在是太可怕 真的那个恶意 绝对不能够造 福不能够想 尤其是那个红福 太可怕 没有智慧 我们如果想那个福 您在想福的时候 容不如造作罪业呢 太容易了 那后面再讲这个 天道 虽得升天 但天受尽厚 人负轮转 我们不要求升天 为什么 天上的状况 您看到佛经里面介绍 到了哪一层天 才稍微好一点呢 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汇报吗 三大灾 是不是 火灾 水灾 风灾 只有哪一层天才不受灾呢 第四层天 大家有没有把握生四层天 没把握吗 是不是 那没把握 纵然你现在升到初产天 会怎么样呢 会被火灾给毁了 二产天 水灾给淹了 三产天 风给摧毁了 所以天府不能想 那有人听 听到上去说 那四层天也不错 那我会好好修 问题是 这个五欲 我们放不放得下呢 放不下去去不成啊 现在哪个人 能够定得下来 妄念太多了 根本就升不上去 没指望 这讲到第一个现象 下面再说第二个 其二者 泛指各中行人 这是佛门里面呢 各个宗派的修行人 虽能精进修持 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 专掌自立 则难于现在生中 作断生死 人寿后游 故云 何免轮回 这一段开始 我们一定要 特别注意 为什么 我们现在是佛门弟子 佛门常说 作断生死 什么叫作断生死 是不是作断 那就把生死给断了 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稍微多讲一下 作断生死的意思 就是说能够把 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都断掉了 就称之为作断生死 怎么具体去做呢 古人教个方法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所以我们现在 专修 净土经典 专念这句佛号 那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算不算是作断生死 算 这个法门很特别 怎么讲 它叫待业往生 不像其他的法门 要消业 才能处留到 我们是带着去的 带着那边去 这些所谓的 见识沉沙无名烦恼 它起不起作用呢 不起作用 为什么 没有外援呢 它没有恶缘 所以我们有烦恼在 但是没有外援 它就不发挥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有阿弥陀佛天天讲经 天天劝我们看破 天天呢 帮着我们大家放下 所以有作断生死 我们在现前 靠自己力量 根本就做不到 只有一个途径 就是去基督世界 佛言彼等所纵善根 不能离笑 不求佛会 身着事漏 人间福报 谁父修福 求人天国 得报之时 一切丰足 而未能出三界狱中 家使父母 妻子 男女眷属 欲相救免 邪见夜晚未能舍离 常处轮回 而不自在 这也是蛮可惜的 下面呢 进一步讲 佛言 以向 更明 着相 与离相之 得失 厉害 如果我们修行呢 不管您是读经 还是念佛 还是做其他的事情 执着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那这个 是不是功德呢 得到的是不是功德呢 就不是了 那得到什么 福报 所以我们看 佛门有一位 很有名的例子 这个 南北朝时候的梁武帝 他的福报 修得大不大 我们敢这样子讲话 好像这么多的 帝王当中 他的福报是最大 是不是 光是讲 发心了 帮忙 就是建立了一个寺院 在他的桶下的 那个地区 四百八十所 他护持多少人出家呢 十万人 可惜的是 他非常的 在乎这个 名誉 孤名钓鱼啊 这个就怎么呢 就害了他 所以以后呢 也被他这个手下 一个大将 给活活的困死了 还好 他有修这个 人天福 以后呢 他升到这个 道理天去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左相修福 肯定是 难免轮回 而在现前 这个左相修福的人 挺多的 真的 他来到寺院呢 他也挺大方的 肯布施 肯供养 也肯做事情 但是他希望人家怎么 对他赞叹 对他恭敬 如果参加法会 当功德主 他要当 当第一个 上乡 第一个上乡 当然他 他请老和尚先上乡 老和尚上完乡 他就是第一个功德主 排他第二 他那个眼睛瞪起来 说得不好听一点 这不就是阿修路 那不行了 不能够有傲慢之心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 理向求生 才可以 永得歇徒 那混了个大师 在 寺院里面 他八个月 劈财 聪明 做这些杂物 他有没有执着 他在修复 没有 人家是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 四种象 四种剑 通通都没有 所以他才可以 一生当中 明星见星 所以 这么鲜明的例子 我们要看清楚 那么刚才所讲的 这些 左世间福的人 他不能够出轮回 真的 世间福报 不能够知足 当年佛 就实现一个很好的样子 其实 他老人家没有出家之前 他的生活条件好不好 挺好的 你看现在很多人 不都是追求这个物欲吗 他呢 放下 他过什么样的生活 三一 一搏 还有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宵 诸位在家大德 你要不今天试一下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宵 您家里有没有树啊 我们学院很多树 这边来挂单 现在比较冷一点 那您被子多带几条 把自己捂好了 别感冒了 我们一天都受不了 他老人家是天天 都在不同的树底下 打坐 而且还要 了解一点 他老人家打坐的时候 可不会怎么样 不会打盹 我们打坐会不会打盹 呼呼大睡 到今天早上来看你 你怎么躺下去了 佛是不会的 他那个双盘 稳如泰山 不动的人 就证明他心不动 你看虚老和尚 虚老和尚 他那个定功就很深 所以他之所以能够生到 兜率天内院 也跟他清心寡欲 有关系 所以虚老和尚就不作孝 真的是我们近代 很著名的一位高生 还有这个贤工老和尚 也是如此 下面再讲 改彼等 虽重上根 但贪 人天福报 不能离向 不求福慧 虽富修福德 求人天国 故不能出 三界牢狱 在这里有 用这个老欲 来形容 欲界色界 无色界 那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待在地球上 该在哪 监狱里面 只不过这个监狱 比较大一点 是不是 从天到无间地狱 这是这个监狱 我们还怎么样 乐此不疲 还不想离开 糊涂啊 得报之时 一切丰主 这个人如果他 这辈子生活的 物质方面 没什么欠缺 在精神方面呢 他的家人 对他照顾的挺好的 但是这是不是永久的 不是的 暂想事乐 伏尽还多 后患无穷 这就是说 想福能够想多久呢 没几年福报就完了 说句实话 那个造 极重恶意的人 他的福报大不大 很大 你看希德勒 希德勒聪明不聪明 大家看一下他的传记 现在外国人还拍了他的电影 大家也没看过他的电影 你可以看一下 介绍他的生命 你看他 也是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慢慢地就 做到这个首相 他如果过去之中 没有修大善 怎么可能能够 当上异国首相 可是呢 他这个 事变从用错的地方啊 有人说 本来他们这个家族 有四百年的 大福报的 但是呢 被他呢 在短短的四年当中 就给毁了 四百年 在四年当中 就销毁殆尽 多可惜啊 所以这些人呢 不懂这个夜阴国报的道理 直途现前享受 不在乎呢 后面的国报 命中之后 清倦 虽为之惨罪起伏 修法诵经 欲向救度 但彼之邪剑根深 执迷不因 邪剑夜王 未能舍离 以邪剑故 不能正心 故此邪剑 视为诸恶业之王 所以经上就叫他做 邪剑夜王 故长处轮回 而不自在 这个错误的知见呢 很糟糕啊 阿罗汉 比如我们 有智慧的地方就在于 他把这个五种见货放下了 也把呢 五种私货放下 这五种见货 身见 边见 见取见 借取见 邪剑 他放下 那么我们自己的 反复 都是有这个 八识 这个八识里面 第七识很麻烦 第七识是一根 也叫做莫纳 这莫纳有四大烦恼 跟着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我剑 请问那个剑对不对 不是的 它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邪剑 有了这个我剑 就跟着有什么呢 我爱 我吃 我慢 所以人为什么造出罪业 跟这个有极其密切的 直接关系 所以学佛没有别的 就是要把自己的 第六识 第七识 转过来 我们现在反复呢 就是被这个 第六识 第七识 拉着跑 喜欢世间的明文立养的 享受 不知道现在贪图 这个享乐 将来所受的苦果 太久太久了 我们下面会讲到这个八难 人生一世啊 很短啊 真的 人何必 在这么短的寿命当中 找几重的罪业呢 不应该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 要尽心尽力的 学习这个 正法经典 像佛菩萨 像孔子 孟老父子 老子这些圣贤 学习 放下自己的成见 这个 见取见 借取见 就是我们常说的成见 把自己错误的之见 统统都放下 我们随顺 这些古无大德的看法 我们才会避免 自己造成罪业 同时 还要尽量的 把这个经典的 跟大众介绍 现在好啊 作为同学 现在可以说 弘法 那这个方便了 比古无大德那个时代 可好多了 你看释迦牟尔佛 当年辛苦不辛苦 他要到无印度 那时候印度没有统一 到无印度弘法 他怎么去 他走路 其实他老人家 可不可以飞过去 可以的 但是他老人家就 一般来说不飞 他怎么样 他走路 其实走路好不好 也好啊 走路 那大家不就看到佛了 那一看到佛 不就给他一个 机会 就种下 阿里耶士的种子 这是佛的慈悲 那佛到处 跟人家传经讲道 所以我们在 现在这个时代 也可以多利用 这个高科技的手段 方法 真的 如果每天都有 如果每天都有 20个到50个法师 大德 天天都利用这个电视 网络 24小时不间断 用各种语言来讲进 那这个 整个地球的磁场 马上就变了 法师也不用出门 是不是 他就在自己 小小的摄影棚里面 就对着摄影机 对着这个 甚至手机讲 都可以 连上网络 马上就可以把这个 讲进的现况 传播出去 有缘的众生 他就会看到 就会听到 下面一段开示 也是在提醒我们 如见愚痴之人 不重善根 但以事智充变 争议邪心 云河出离生死大难 我们现在搞清楚 什么叫大难 这个大难 是不是指的地震 龙卷风 是不是指这个 不是 刚刚不是讲吗 大山灾 那算不算 也不算是大难 什么叫大难 出不了六道 这是大难 这最麻烦的 此地经文所说的 这些不重善根的人 你看 已经有机会 可以修学佛法 他不接受 他怎么样呢 但以事智充变 争议邪心 大家有没有遇到 这些聪明人 挺能言善道的 是不是 所以当年孔老夫子 他不是有杀一个人吗 叫那个哨子毛 大家听说过 为什么要杀那个哨子毛 他也会狡辩呢 你孔老夫子都辩不过他 但是那个人充满了邪知邪见 后来老夫子怎么办呢 只能把他出去 要不然他在社会上 他到处宣传他的这些 邪知见会害很多人 那佛法是用什么方法呢 佛法是主张用教学的方法 慢慢地劝大家回头 因为每个众生还是都有佛性 下面讲 前者修善 但求是福 故不能出轮回 次者愚痴更甚 我们常说贪嗔痴慢 一恶见 其实这个六大烦恼里面 哪一个是最可怕的 贪生吃慢一恶见 哪个是最可怕的 吃 鱼吃嘛 他如果有了智慧 请问他会不会贪呢 不会贪 他会不会发脾气呢 不会 我们今天早上 你们发脾气 没有 那证明你有智慧 是不是 所以什么样的人 才会发脾气呢 你看就知道了吗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从今天起 不能够再发火了 那么这些人呢 他不肯种上根 他仗着自己 势之变充 娇慢自大 不生正心 助长习心 这些人呢 他在社会上 也是蛮有地位的 福报也不小啊 也有财富啊 人脉呢 也挺广的 但是呢 不知世智变充 正是八难之一 古人怎么说啊 聪明反辈 聪明误 我们下面来说一下八难 这个八难 前面就是讲到了 三土 就讲三恶道 为什么说到三土呢 你看这个地狱恶鬼畜生 三土嘛 地狱呢 称为火土 鬼道呢 称为刀土 那个刀是代表恐惧的意思 害怕 畜生道呢 称为血土 大家看过这个动物世界吧 是不是 你看里面就讲到那些 肉食动物 捕山那些 弱小动物 都是流血的 我们听说啊 有一种动物 它这个每天的食量很大 它不是算 吃多少斤的食物 它是算什么 吨 它每天要吃多少吨的食物 哪种动物啊 陆地上没有 在哪呢 海洋里面 金嘛 那金又有大小的 不同吗 那个蓝金 大家听说有个蓝金吗 哎呀 它那个嘴巴一张开 大家看过它那个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纪录片 它嘴巴一张开 吞多少的鱼啊 所以它蓝金了一天 至少它的饭量是四吨 四吨的食物 它如果这个胃啊 那个里面的食物降到两吨 它就感觉到怎么样呢 饿了 它就受不了 大家想一下 它每天要吞那么多的食物 那换句话说 它伤害的众生多不多 太可怕了 所以这个山土啊 巴难之一 另外呢 还有这个无想天 无想天是色界的第四禅天里面的 这个天 说明长 第五个呢 是说它的身体 盲浓阴阳 眼睛 耳朵 喉咙 都有问题 另外 还有这个人生在北巨鹿州 大家知道 在这个州的人呢 他们说明长 一千岁 但是 闻不到正法 另外 就是 四字变冲 这是第七个 他没有正知正见 他的邪志见很重 他不能够接受啊 正法 最后一个 就是生在佛前 佛后 释迦牟尼佛出生之前 没有正法 他这个法运结束之后 也没有正法 我们现在算不算是幸运呢 幸运 我们在什么时代 末法时期 第二个一千年的开断 有些是遇到的 无量手机灰几本 又能够遇到这个脊柱 这个要好好地学习 后面再说 邪剑颠倒 凡以为美 如是之人 焉能出离生死 苦海 讲这句话 其实都在提醒我们 这个邪志斜剑 太害人了 其实生命 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有两条命 除了生命 还有什么命呢 个灰命 灰命是最重要的 下面继续讲到 这些众生 着相 修福 富有众生 虽众善根 做大福田 取向分别 情之深重 求出轮回 终不能等 这是一段 下面再解释了 佛达慈士 就是弥勒菩萨 慈戒众生 虽亦修善 而不求生 净徒者 共有三种 第一种 贪着 适乐 求人天 果 看到这里 大家想不想去天上 当天王 想不想去当下天后 你看我们这个人间 其实在人间 有一些名称 不可以随便乱叫 是不是 你看很多歌星 给他封着 天王 他是不是天王 他不要说他不是天王 他那个天子都不是的 是不是 不可以随便乱讲 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学过传统话 不知道这个厉害 第二个 事智便冲 邪心赤胜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第三 则为取向分别 情之深重 在这里我们稍微多说一点 众生 最难放下的是什么烦恼 情之 我们有没有 有 这佛门常说 爱不重 不成熟破 所以 执着当中 最麻烦 最难处理的 最难放下 就是这个情之 很多修行人 包括一些念佛人 在临终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家庭倦术 他那个感情就动了 所以大家如果看 映光大师文超 你们就记载这样一个 男重居士 他念得不错 要往生了 同修们在旁边 给他助念 可惜的时候 他有一个家属爷 在这个旁边 也帮忙念佛 但是他那个亲戚就怎么样 在这个井要关头 他就嚎啕大哭 搞得这个要往生的同修呢 一下就动心了 后来怎么样 他没走得成 所以说诸位同修 我们建议大家 如果我们要往生的时候 最好就跟家庭倦术怎么样 分开 你就自己一个人 单独一个房间吗 或者到这个佛堂去 你到那边去 往生比较好 最好这家庭倦术 暂时回避一下 免得互相干扰 好 下面再说 此三种人 重能修福 所得只是世间福报 故 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也 富有众生 虽重善根 做大福田 总大福田者 持佛名号也 因持名是诸善中王 故所种田 方得名为大福田 真正念佛 想要去极乐世界 不但要做到一项专念 还更要做到什么 发菩提心 大家要留意 发菩提心可是放在前面 是不是 一项专念放在后面 所以偶尔大师怎么说呢 能不能往生在于什么 信愿之勇 那个有真性 有真愿的人 就是什么人呢 就是有发菩提心的人 那再加上一项专念 肯定去得了 习取向分别 情之深重 故随念佛 亦不能出轮回呀 这就太可惜了 所以李师公 在世的时候 不就提醒我们大家 他说 一万个人念佛 真正往生了几个 三五个 那是四十年前 那现在这个时代 一万个人当中 几个人真正往生了 能够一两个就不错了 所以最近我们听到 一些同学说 一些同学走了 就去基督徒世界了 好几个都去了 我们听了之后 不吭声 不说话 为什么呢 如果把真话说出来 那个听到人 他就不太开心了 真正能不能往生 你要对照经典 可不能够感情用事 绝对不能够误导众生 误导众生 那个说话的人 可要负责任的 你看佛门里 有一句话怎么说 错下一个字的转育 要剁五百事野狐身 所以我们没有见到 实实真相 不能够随便乱讲 所以能够往生的人 经上 还有这些注解 都把这个标准都定出来 因此我们能不能有把握 真的去基督徒世界 要把什么放下呢 要把那个最难的先放下 什么是最难放下的 情职 这个情职不但是 您喜欢的人 还包括什么 您家里养了宠物 做董秀 您家里有没有宠物 没有 以后呢 也不要 这个好 这干净吗 还有呢 如果您 还有这个房地产 或者有什么地位的 能够处理 就赶快把它处理掉 如果您是学佛的人 您有一个道场 这个道场要不要交接好呢 也把它处理好 不要到要走的时候啊 这个也放不下 那个也舍不了 麻烦了 因为我们要生战生嘛 有些话呢 物生就不方便讲 总而言之啊 真的这个情职 所牵 牵涉的这个范围 非常广 一句话 只要是我们放不下的 那都是藏缘 所以呢 放下 什么时候要 开始放下 现在 绝对不是等到 我们要断气之前 再放下 断气之前 才想到放下 放不放得下 做不到 那个能做到人 那都不是一般人 那都是大善跟大福的人 所以呢 现在就要做到 其实今天这个开诗啊 都蛮重要的 不学物圣 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作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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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